瑞瑞乡立图书馆在县政府及乡代会支持协助剩下 赤字的4000多万元全面准置改善 在6月2号举行了隆重的开幕活动 县长徐正伟特别到场参加节牌庆课 苦等了将近一年多的民众 迫不及待入内参观崭新的图书馆 窗民激进动线优良大赞焕然一新 则是乡托小朋友舞蹈表演 欢喜庆祝乡立图书馆重新开幕 到场参加的县长许正伟与地方所会首长 代表等与会嘉宾共同拉下红布条 润涉乡立图书馆也正式对外开放 县长许正伟也特别鼓励乡亲民众 善用图书馆资源培养阅读习惯 乡立图书馆又迈入另外一段旅程 在这里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这个计划是从106年就开始 而针对于花莲县12个乡镇的图书馆 做我们议题设备的改善 机会不多就是配合花莲县政府 在配合上就是一个图书馆有500万 人士乡立图书馆民国70年设立至今 历经两次的修缮指制 而这一次在县府县文化局经费补助 以及相待会的力挺之下 106年辞职1000多万元进行第二次的全面大整修 现在整治工程完工 乡长陈吉光也特别感谢代表会支持 通过夜间人力的经费 就算再怎么辛苦 我们也愿意编列这个经费 让我们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公务人员或是晚上下班的爸爸妈妈 能够陪伴着小孩子来这边共同学习成长 苦等快一年多的乡亲民众在乡图揭牌开放后 也迫不及待进入参观体验全新的图书馆设施设备 创名激进的环境分类清楚的图书以及优良动线 收获大众的喜爱纷纷大赞肯定 以前比较简陋 现在就设备真的是很新颜 楼上也宽很多 幻染一新 很好 孩子都都很好 还有这个地方都也是很好 通通很好 乡亲民众一口同声大力赞赏翻修整治后的乡立图书馆 宽然一新 乡公所也大力推广 未来图书馆也将开办各式各样阅读艺文活动 让乡亲民众能更亲近图书馆 情袍图书馆开卷友谊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稳养 譬众 感谢erek